大家好,欢迎来到Shadeships公众赋能Shareo系列讲座 Shadeships是全球结束青年北京社区的旗舰项目 此次Shadeships核心运营组发起Shareo系列讲座 旨在让世界看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见证更多女性宝贵的贡献 希望借助榜样效应 让更广大的年轻女生看到更多生命的可能性 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 关注和追求性别平等 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为 如何建立知识型的关系了 Shadeships组委有幸邀请到 李依诺,伊土教育联合创始人 公众号奴隶社会联合创始人 诺言社区主理人 三个孩子的妈妈 塔塔拉,关注女性议题的百万视频博主 哈佛教育硕士在读 性别研究学士 Global Shaper 对自我成长亲密关系和身份认同发展感兴趣 以及严小静 播客自我净化主理人 前麦肯锡咨询顾问 曾联合创办过女性赋能组织 现专注于自我觉醒的余向内探索 通过内容创作 赋能不限性别年龄的个体绽放 欢迎以上三位作为本次讲座嘉宾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与观众的到来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讨论话题吧 首先想请各位嘉宾简单聊一下自己对于支持性系统 Supporting Network的理解 它会有哪些部分构成呢 好 我先来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才在想这个问题 昨天跟那个达安娜对的时候 她就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今天在刷牙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句话 我说其实支持性系统 听上去是个很复杂的词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群无条件相信我的人 我觉得这个一群无条件相信我的人 一问是在我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 他们依然能够相信我 这就是我对于支持性关系网络 就这样一个词的定义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吧 因为我其实在19年的时候 经历过一个挺漫长的低谷期 然后就那一年经历了很多身体上的创伤 然后也经历了家里人的生死 然后在那个阶段 其实我的内在是非常不稳定的 我内在有非常多的波动 然后有很多我很难消化和处理的情绪 但是当我走完那一年 我再回头看包括我现在 我觉得能够支持我走过那个阶段的 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在无条件的给我输送爱的养分和相信我 甚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够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依然能够无条件的站在我身边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一群人 我是内心非常充满感激的 而我也觉得当我们能够跟人建立这种非常深入的亲密的 互相滋养的关系的时候 他在无形之中其实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 可能我是他们的supporting system 然后他们也是我的supporting system 然后现在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聊到我在做一个社群 我觉得其实这个社群也在无形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认识 但是因为我们会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们都希望去探索自我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坦诚的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 去展露自己的脆弱 而这就是一个年合计 它会让两个陌生人走得很近 然后愿意去倾听彼此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今天的话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小静带来的分享 那伊诺和塔塔会不会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 两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那伊诺再给伊诺一些准备时间 塔塔这边先开始好不好 我非常同意小静说的支持系统 就是一群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但与此同时 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提前给我想象中的支持系统 做了一个很没有感情的分类 我一直觉得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 是当我们知道有什么自我目标要去实现的时候 那个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到自我实现的一个源 然后这个源会被切分为很多个扇形 每一个扇形可能是不同的人扮演的某一个功能 我把这个功能分成了 第一个是物质上的支持 第二个是情感上的支持 物质上的支持可能比如说 我要创业我要做一个项目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找我的 supporting system里面的成员来跟他们一起分享 或者是互相置换一下资源的这种支持系统 然后第二个是情感类的支持 就是当我伤心难过遇到一些创伤性事件的时候 我第一个go to 就是我第一个去找的那个人 然后第三个是信息上的支持 比如就像刚刚小静说的自我成长的社群 我们会在里面聊一些自己的脆弱 给对方一些建议和反馈 我自己也非常得益一些 得益于一些女性社群 我们会在里面讨论跟女性议题相关的事情 我们会一起读书 一起开小组会来讨论一下 最近跟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跟信息提供相关的支持系统 然后最后一个可能跟小静说的也有重复 就是一个我给她定义为 关于自我评价的支持系统 就要通过我与别人的关系 或者别人给我的反馈来更加了解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些评价的部分 或者有一些像镜子一样照到我自己的部分 里面可能有对我的行为的反馈 对我的赞赏等等这些 对基本上我会把支持系统分为这几块 好 谢谢太太带来分享 您到这边有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关于什么事件 咱们能稍微放松一点吧 我觉得怎么开会形式搞得这么拘谨 不好意思 我首先给大家抱歉 因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会议设置的事半天没上来 大家久等了 特别是两位也都久等 还能看到我们 我又看不见我自己 然后那个我其实可能因为年龄比你们大一点吧 我一想到支持系统 我想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能帮我带孩子的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不同年龄 或者人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有关吧 因为其实等你到了一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吧 其实你会发现可能照顾孩子是你最需要的 因为剩下的很多事情比起来都要相对容易很多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在生活上 在一定年龄以后需要非常intentional 就是非常有目的的去构建的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第一反应吧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像小静和那个 大家提到的这个无条件支持我们的人 我觉得这种人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会让自己失望的 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appreciate 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当然有 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去无条件的支持你 我们自己爱孩子都不能做到无条件的爱 你为什么要去怎么可能expect别人去无条件的支持你呢 当然就是我说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好像比较负面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可能越早意识到不要有这样的预期 反而会越好因为其实大家对你的帮助那都是没有人是 就是好像正该的或者必须要帮你的 每个人其实生活的中心都是都是他自己 每个人自己都有生活里面都有别人看不到的困难和需求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为什么讲无条件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其实可能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无条件的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对你的爱 因为孩子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得到这样的一种支持 而且其实他们的情感是非常纯粹的 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好像我们很自私 但是因为我自己做妈妈之后反思我对孩子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吗 绝对不是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条件的 我们觉得你得这样你得那样你得成绩好 你得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 其实除了刚才我讲就是这种孩子在幼年的时候 对父母的这样的一种依恋吧 然后是无条件的之外 其实其他是很少的 所以我去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否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当然有很多 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有这样的预期的话 你就会发现哇那怎么我这么失败 我怎么没有那么多人无条件的支持我 其实这才是常态 没有人有义务去无条件的支持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看到每个人有自己的 你可能看不到的一些 他的一些困难和需求 那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人这种 实际上就是个sparkle吧 其实就像一个闪光一样 大家正好是闪到你了 你就会比较appreciate 所以我觉得可能放下这样的一种 对完美的或者这种 可能的这种网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 反而对大量的 就对我们来讲 可能会是更容易去构建吧 就这时候就是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掉下来什么你就抓住什么 有什么你就用什么 当我们有这种心情的话 其实周围很多的人都可能会成为你的支持性的网络 我刚才讲为什么说 我说有孩子这件事情 对吧 就像 比较我非常简单 如果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孩子之间他们会去 比方说去替足球比赛 OK我三个孩子我送不过来 那我怎么样搞我的网络呢 那我就问那些 我在球队上完全不认识的人 这些人既不认识我 也没有义务 有无条件支持我 然后我说 我有这个帮忙 你可以帮忙吗 很多人就会say yes 对吧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 这是一个当然是个很随机的例子 当然在我们认识的人里面 那肯定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可能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在你不认识的人 大家没有条件 或者是没有必要去爱你 去支持你的时候 也能去构建这样的网络 才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是 这可能是大部分人生活的真相 就算是你现在非常熟悉 有这样的一种条件 你总有在人生事业上 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对吗 然后这些人 其实没有什么人会 上来就喜欢你 或者知道你是谁 那其实我觉得 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去构建 反而是可能 对我们的成长更重要的 当然这个还是回到那个 不是说否定前面的意思 我觉得只是说 我们可能更open minded一点 那其实 对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会更有意义一些 非常感谢Yino的分享 三位嘉宾其实 在刚才分享中提到 不同情感密度的 知识性系统 会给自己带来 怎样的成长和帮助 那像小静和他那 可能在开头提到的更多是 情感密度较强的 与周围的链接 那Yino这边提到的是 情感密度可能没有那么强 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何去建立知识性系统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那我们其实也聊到说 知识性系统对个人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 那既然如此重要的话 该如何建立知识性系统 如何去选择合适的人 想听听给各位嘉宾的分享 我有一种感觉 我有一种很悲观的感觉 就是筛选掉 不合适的 不支持的人 要比找到一个支持的人 更重要 我越来越觉得 你不支持 不支持性的人 或者是错的 消耗你能量的人 过长时间的交往 是对自己的一种巨大的消费 然后其实我们选择 与谁构建网络 与谁建立关系 就是一个我们在筛选 让谁给谁权利 来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 和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就是我们在发这个票 就是发入场券 看看谁能过来影响 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发票的过程中 不要把票发到错误的人的手里 会更重要一些 然后我自己识别 到底是正确的 我愿意让他进我的世界的人 还是错误的 我不愿意让他进我的世界的人的 一个标准是 当我们建立联系之后 我的世界是会变得更大 还是变得更小 我希望这个人是 与我不同的 能给我带来更新的视野的 并且他是open minded 他是开放的 是可以接受 其他的 不管是别人的外界的 还是我的视角的人 我觉得这会是我 开放自己 邀请别人 进到我的支持系统的第一步 对 我还蛮有共鸣的 刚刚塔塔分享的这个点 然后我可以分享 我最近学中医的一个体悟 因为我们最近在学草药 然后每天都会尝一些药 就大概每天尝两味药吧 然后我在每天尝这个药的过程中 我觉得其实就是像认识一个人 因为草药 比如说我们讲山药 可能你平时吃山药你就觉得挺好吃的 甜甜脆脆的 但是当你把它当作一味药 去很仔细的品味它的时候 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层次 而更重要的是 它进入你的身体之后 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感觉 就同样一味药 不同的人吃 你可能给你带来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跟我们尝药的过程 其实是一样的 可能有一些人你会觉得 所有的人都说它非常好 然后你也觉得它很优秀 可是你跟它在一起就是不舒服 对吧 这是你身体很直观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多跟自己连接 或者多相信自己身体的感知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头脑驱动说 我应该跟一个什么样的人交往 这个人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但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随性 我会更在当下听从我身体带给我的感受 我跟这人待一起 我舒服 那我就跟他多待一待 我跟他不舒服 那我就离他远一点 慢慢的当你跟你的身体建立连接 其实你会逐渐让你周围 环绕着一种滋养你的环境 这个环境不仅仅有人 也有你所处的城市 你要做的事情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用自己的身体去做筛选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你的支持性的这个人际关系 或者说他对你是不是消耗 这个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体里 你感知到了你被他消耗了 那你就离他远点 你感知到了 跟他在一起 我再逐渐变得更好 然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那你就多跟他交往 那我了是吧 能听到吗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不到屏幕 OK 没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 其实如果可以筛选 或者是可以感知对 我首先非常同意 前面两位讲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条件 是一个奢侈品 很多人是没有的 很多人是没有的 因为比方说现在我们在接触 或者这么讲吧 今天的可能包括对话的几位女性什么的 就是说到说的不好听一点 还都是相对比较privileged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都是我们也受过教育 然后家庭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虽然有过一些up and downs 但是实际上跟很多人来比 其实是有 是相对你可以讲是一个打引号的精英 精英的意思不是因为我打引号的意思 因为说现在精英已经被很多人 给就是负面化了这个字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就用知识精英来讲 那其实能够达到现在的这样的知识水平 认知水平 那其实是有很多别人可能没有的条件的 所以其实这种条件的话 我非常同意刚才 就是最终其实当然是跟自己的连接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去做筛选 去做选择 但是很多人没有 很多人没有怎么办 很多人没有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构建知识性网络 就是把你周围所有的人 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变成支持你的人 你只有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没有那么多condition 就没有那么多条件 就是好像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才高兴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的事业才能发展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的生活才能幸福 就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然如果有非常好 有是非常好 很多人有 我也有 我觉得我是有很多别人没有的条件 比方说我的 我妈妈比较健康 我父母也比较健康 我不用去照顾老人 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那我自己的同学的父母 有大的手术啊什么的 那你说的这些事情 人都觉得像天方夜谈一样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每天要在医院里边 值班值12个小时 你在这说啥 对吗 就是所以呢 我就觉得可能 可能回到 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态 就是我觉得大家 越早有这种心态 越好 就是不要给自己的生活 设特别多的条件 得是什么样的人 得是什么样的条件 我才能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你的可能性会少很多 我觉得可能人 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其实就是要 remove这些conditions 就是removeconditions 最重要就是 就是把这些条件拿掉 把那些 把那些可能看上去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或者是 可能你不喜欢 或者也不喜欢你的人 也变成你的支持网络的一部分 因为支持网络 我觉得这个词是中性的 就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 有 有情感颜色的 对吧 就是好像必须他喜欢我 他在支持我 不需要的呀 不需要的 就是你家里东西坏了 你请个电工 电工给你修好了 这个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付他二百块钱 所以给你修 这个修好 这就是你的支持网络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 我觉得一个起点 要把这个事情 想成一个中性的事情 当我们想成一个中性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 什么 就是你的起点 就是说 我的生活需要什么 我的事业发展需要什么 我就会勇于去问 去要 去使他们成为我支持网络的一部分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是希望大家 能够更早去意识到这一点 我说这个不是说有说教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早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会觉得 你看谁谁谁 因为去了什么公司才好 因为谁谁谁 有个什么样的老板才好 我不行 肯定是因为这个 我的老板不好 我的项目不好 我的公司不好等等 那你会发现 其实这种心态 并不会真正的帮助到我们 因为你会发现 哪怕你说 按照这种想法说 那我是不是也换到那个公司 你就算换得去的 你的老板 你也不能设计 或者控制是谁 对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成功 你怪谁呢 怪你老板吗 怪你合适的老板 没有出现吗 不可能的 对吗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我们回到一个 就是可能我们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就是要让自己的 生活里面的这种 预设条件 越少越好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讲所谓的 什么叫认识自己 我最近 其实在那个 就是可能大家 因为我的推荐 我很多朋友 看过陈福实验的本书 那个叫Michael Singer 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我们现在整个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 大家都对这个 所谓的寻找自己 和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非常的这个上瘾 是吧 大家都在 找到我自己 寻找我自己 他说其实不是的 他说其实人最重要的功课 是叫remove yourself 就把你自己放下 因为我们当我们有一些 很自己自我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在你的生活里 设了很多很多的条框 那设这些条框呢 那就像一个栅栏一样 那只有能够 这个经过这个栅栏的人 才能到你的世界里 那有的时候 你觉得可能是好的 但是你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就不是你这个栅栏的问题呢 也许你这个栅栏的 孔设的太窄了 也许你这个栅栏的形状 是有错误的 是有问题的 对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栅栏 可能大家都是可以来的 所以可能我们越是 就是特别是在支持性网络的 这种构建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一个底层的思维 我希望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说 我其实就是我最好少设条件 就是少设条件 你只要在我身边 只要是就是 只要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 因为你无法控制 控制谁在你的生活里出现 对吗 或者什么样的条件 在你生活里出现 那它出现是有原因的吗 有 那你要如果往上走的话 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这个世界是有道理的 是有规律的 那我们可能能做的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预设挪掉 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更容易 根据我们出现的这些情况 不是说我认为是好的和坏的 有的时候可能我认为是好的 是因为我没有看到 它这个它危险的那一面 我认为是不好的 可能因为我没看到它好的一面 对吗 可能每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 这样成长的这种历程 所以我倒觉得可能我们在 如果想支持性网络 可能就是应该 有这样的一个起点吧 就是说我们 只要是我在生活里面 跟我相关的 我都把它变成我的 支持我的人 或者是 不管它有没有主观意愿 我说它可能没有 就像刚才那个电弓的例子 没关系 你只要给我解决问题 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吧 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路会更广一点 好 谢谢三位分享 那其实总结一下 可以 结合 分享如何去建立一个 支持性系统 其实是可以从中心向外扩散 可能不同阶段 不同状态 自我成长 这个阶段可能需要一些 比较密集性的支持 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能量 去前景 需要去选择的话 那就在当下的阶段 建立好自己中心的力量 那在自己的力量成长得 更加强大的时候 可以像伊诺说的那样去向外扩散 即使这个人 那个时候可能就放下自己底层思维里面 对很多人的一些评价 一些条件性的设置 限制 那个时候就能向外扩散与更多 不同的人去做连接 对 谈谈先说吧 对 我正好是要问小静的问题 所以我问他就往一块儿说 好 就是刚才小静和伊诺姐 其实都提到了 就也许我们构建支持网络的 最后一步是我们感受到 自身和其他人的联结 然后小静刚刚说到 那种你心里会非常清楚 这个人到底是 是合适你 是让你有能量 还是消耗你能量 我其实有点想问两位姐姐 在达到这种 就是感受到自己和外界的连接的 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做什么有意识的行为 去训练自己 获得这样的能力 或者是去培养这样的能力 或者这样真正能感受到 他到底是在消耗 还是在获得能量的 做这样一种判断的时候 究竟使用的是怎样一种能力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仍然 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 我觉得每一个人 somehow他的出现都会 多多少少消耗你一点 再给给予你一点 那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是我觉得可以做判断的时候 我在什么时候 让他成为我亲近的人呢 我这个刚好跟我刚想 接着依诺那个说 我就可以一起说 我觉得依诺在讲的 其实是一个 对人要求 我觉得挺高的一个状态 就是如果我能够完全接受 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其实就像程度实验里面说的 我们能够完全放手 然后让生命流经我们 其实这是一个挺高的一个状态的 但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是 可能在大多数时间里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样子 就是我确实觉得在一些人身边 我就是觉得累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想要问我自己说 哎呀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可能做得不够好 或者说哎呀是不是我的能力还没有达到 那我需要调整我自己去让自己适应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阶段吧 可能对于一些能量 可能他自己本身核心不稳定 或者说他自己能量很容易被外界影响 比如现在我们会说很多人是高敏感人群 其实每个人都是敏感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处在那个阶段 他的自我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能够支撑他去面对这个世界和认识自己的 这样一个我会叫做每个人的哲学观的 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确可能在那个阶段是需要有一定的 跟自我内心感受连接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你可能在那个阶段 你需要去稍微回避一些那些会影响你根基的 就像一棵小树苗 他刚刚钻出土的时候 他的根基是非常不稳的 可能这个时候刮风下雨 然后啪啦一下 这个小树苗就死掉了 那在他成长为一个大树之前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滋养自己的环境 那当你的核心比较稳固了 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人的时候 就一诺善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状态 你的确是有可能去影响环境 包括把不喜欢你的人和你不喜欢的人 都变成你的这个网络中的一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去实现的一个状态 但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觉得势必会遇到某一个阶段 甚至你觉得离你最亲近的人都是在消耗你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 甚至会说是独处的时间跟自己去建立这种连接 那有这个连接之后 你慢慢的你能够建立一种自己的方式去再跟世界去进行一个连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可能从不成熟到成熟 需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然后针对刚刚塔塔说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训练或者说判断 我做了这个我就能够去有这个能力 然后再去对我的人群进行筛选 其实我们会踩很多的坑 我很喜欢《西藏生死书》里面的一首诗 然后之前在播客里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一个人走在一条街上 然后他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 他从这个坑里爬起来 然后他告诉自己说 我明天再上这个街 我一定不要再掉到这个坑 然后他第二天走到这个街上 他啪啦又掉下去了 他起来他就纳闷说 我明明提醒过我自己 我不能掉到这个坑 为什么又掉到这个坑呢 然后呢他第三次 他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绕开这个坑 可是他又掉下去了 直到第四天 他心想 我今天不要再走上同样的那条路了 我要换一条路走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可能会同一个坑踩N次踩N次 然后你会恋爱失败无数次 你好像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 你都觉得我依然不懂爱 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相处 但踩坑的这个过程 也是在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 和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它也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直到有一天你觉得 啊我踩坑踩够了 我决定了 我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你可以去开创一个 很不一样的人生的landscape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好的 好的我也想回应一下 刚才还有包括那塔拉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很同意那个小静讲的 就是我觉得人是有一个成长过程 所以可能今天这个对话也蛮有意义的 就是因为我毕竟年纪比你们大很多 我现在孩子也大了 所以到时候很多问题 也对我也是个蛮有意思的回顾吧 当然我不希望给大家一个印象 好像是好像年纪大卖老啊 或者当姐姐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讲的 就是人其实成长是有不同阶段的 那成长的阶段在这个一定程度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 在某种环境里脱离 可能就是我们做的最好的决定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面对这些 这些你周围的发生的这些事情的 然后包括那个塔拉讲的那个 这个关于我们 我们如何去感知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其实 说到底是很难用语言回答的 这可能是悖论 但我想这可能也是现在我们很多 特别是女性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相对来讲女性是更敏感的 敏感这件事情是件好事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似乎敏感是件不好的事 所以呢我们其实一直在 作为一个整体吧 其实是在压抑自己的感知和感受的 那这种压抑是有 它当然是有后果的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有了感受的时候 你不知道 这是一种错觉吗 还是真的 如果别人都说 哎呀你太敏感了 是我就太敏感了吗 是吗 你就会就经常会 会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所以所以其实是很难的 那如果说 简单直接的说答案呢 其实答案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比方说大家如果做冥想啊 做瑜伽啊 其实都是让我们从脑子里面 进入到更深的像心 就是身心的状态 因为我们的 就是说到底 就是我们的最后的barrier 其实是我们的身体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一个人在一起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身上不舒服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 有这样的感受的话 允许这种感受发生的话 它是很诚实的 但是在之前 为什么说做冥想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有用 就是因为冥想会让我们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能量的中心 从我们的大脑皮层 或者我们的念头和脑子里面 会下降到心里面 当然这个心 它并不是科学意义上 或者生理意义上的心 就是我们的病的状态 会更深一点 深一点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多念头 就它就不在 它就它就会消失 我没有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疑问 有这么多自我怀疑 其实它都是在我们的念头层面的 对吗 就都是我们的ideas mind 然后我们这个念头 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massive的 非常非常massive 就是大家会 如果大家自己注意 我原来我在工作坊上 给大家做这个练习 这个其实非常容易 大家都可以做 你就放一个一分钟的时间 一个那个 一个闹钟放在那 一个timer 然后你就自己看 你一分钟里面 你会有多少念头 成千上万会过 一会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 就是所以我们念头的世界 是非常非常糙杂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所谓的 跟自己连接很难 就是我们在念头里面 你是连接不了的 有时候或者我当时 也回答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叫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吗 说倾听自己的声音 那我说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 那我就不跟他聊 那这是不是就是 我内心的声音 但是其实不一定 因为这个声音 可能是你念头层面的声音 所以其实能够跟自己连接 或者倾听内心声音的 一个前提 实际上是我们要跨过 这个念头层面 到我们更深的层面 因为要不然这个层面 很多时候它是 它会互相矛盾的 可能一个人说 这个人很讨厌 我很烦 是你也是你说的 然后第二天你看他 这个人还可以 这也是你说的 对吗 这都不是别人讲的 都是你 那你说那到底 哪个是我内心的声音呢 是这个事好 是我内心的声音 还是这个事不好 是我内心的声音 所以为什么说 这件事情其实很难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 念头层面是很难操作的 所以只有 只有当我们说 回到我们下面说 才会发现 我对这个人的很多评判 今天说的好 明天说的不好 其实都是基于 我的一些假设 那我这些假设 可能是有问题的 或者我这个假设 是在不断改变的 那我一旦看到这一点 那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假设 那可能是因为 我就是一个 很有评判性的人 那我为什么会有 这些评判性 那是因为我一直 就是被评判长大的人 然后你再说 再看到说 那我如果把这些 都去掉了 那也许这个人 说的这个话 可能跟你现在 想做的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 他答案不一定是说 一定是好还是不好 一定是对还是不对 他可能就是 可能这件事情 就不重要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说 听就是 跟自己连接这件事情 难的前提 其实是因为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对自我的认识 是在头脑层面的 是在idea层面的 那你这个idea 就是千奇百怪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就说 如果你有一个选择 买一张票 去一个地方 你肯定不想 go to your mind 你的mind very messy的吧 脑子里有 很多很多想法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我们要做的 一个功课吧 就是说一定在 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 其实才有可能去 去跟更真实的东西连接 而不是我们的很多念头 我们刚才 嘉宾们 胡同提到了 与自己连接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是到底连接的是念头呢 还是真的保持感知 是真的与自己的心在连接 那这个点呢 大家都需要去慢慢再修炼一下 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一些 开放性的问题 接下来会想聊一些 聚焦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聚焦到职场方面 女性在职场获得知识性关系 其实有 蛮多的难处 那这些难处又该如何克服呢 三位嘉宾有没有 一些想要分享的观点 我已经离开职场好久了 这个问题先抛给一朵吧 我仍未进入职场 这个问题先抛给一朵 我觉得可能可以把职场 稍微宽泛一点是吧 就宽泛一点 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 就是在你的个人生活之外 你做的事情吧 是吧 我觉得这样的话 肯定小静啊 塔拉肯定都有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可以更广义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可能会更好 那我觉得他们里面可以聊一聊 就是不是说 就是这也是现在 就对职场这个词 其实是有 就是我们是有很多刻板印象 我们叫职场 那如果这么讲的话 我从离开盖茨基金会 我也不在 是我的事吗 不是是我吗 我觉得老怕是我的技术问题 没问题是吧 对 我从2020年底 离开盖茨基金会这两年 我也没有在职场的 我也没有在一个地方拿工资 或者找工作 对吧 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可能 包括可能疫情这三年 对很多人的工作方式 都产生了蛮深远的变化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们可以把它更广泛的理解 就这些 所以在家庭和个人生活里面 你的支持性网络 刚才讲的像带孩子啊 像什么的 那可能是一类 那在外面其实就是 都如果不是你的家人 或者不是你的 所谓的亲朋好友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大家是因为某种职业关系 或者某种 合同关系 contractal relationship 对吧 那就是能在一起 那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我就刚才讲 就算你家里请个电工 你跟他也是这种关系 就我们可以更 把它更 更宽泛的去理解 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讲 可能 这个问题非常大 我也很难几分钟里面讲 但是我就想可能 就想讲几个建议吧 我觉得这个建议 可能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 第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要经常去 要主动的去 主动的去寻求支持 寻求支持 这个我在书里面 讲过这个观点 因为我当时一个 我自己成长过程中 很大的转变 就是叫做 从寻求认可 到寻求支持 因为我们一开始 可能都想寻求认可 对吧 就是说啊 你看我干的好不好啊 我是不是可以提升了 我是不是可以涨工资了 我们是一种 对认可的支持 寻求 那这种 这种时候呢 特别在职场的初期 其实也是重要的 因为你可能 比方出场 你刚去工作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 就是说我自己啊 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 因为你刚从学校毕业 你觉得哇 我学的都是什么 改变世界的事情 对吧 然后你一上工作 发现我就是都是在做 在做PPT 是吧 就是你会发现 你做的很多事情 是非常基础的 哪怕 因为我那时候 也是什么博士毕业啊 也这也那的 那你该做的事情 还是非常基础的 所以那个时候 可能一段时间里面 这种寻求认可 是有必要的 就是大家会知道 你会知道 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你得慢慢有一个感受 感觉是吧 就是哦 他们的预期是什么 那我要做到哪些 才是符合要求 等等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 在一个新环境里面 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有一段 是寻求认可的 但是在寻求认可 你在被认可之后 就不要在寻求 继续的认可了 我觉得很多女性的问题 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来的 就觉得 哇 你能认可我做这个 你可不可以认可我做那个呀 你是不是 这个中层领导认可了 是不是大领导 也可以认可呀 其实我们对这样的需求 是永远在的 当然这个底层 说深了 就是因为 我们其实 说到底是 对自己不够认可 对吗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 外界的一些认可 来加持我们 让我们有一些 所谓的信心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对自我价值的 自我价值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第三方认证 或者大家为什么都爱考证 也是一样的 然后考个证 就是谁谁谁说我可以了 其实底层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在职场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就是你从寻找 寻求认可 到寻求支持 也就是说 我现在想做个什么事情 OK 就是 你想干什么 这个当然前提 你要先知道 或者先有点 有一点想法 你想干什么 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要去找这些人支持我 这些人有可能是我的领导 有可能是我曾经寻求认可的人 也有可能是我的下属 也可能是我的评级 也可能是我的客户 也有可能是跟我没关系的这个人 就是这些人 其实当我们一旦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转变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事业发展上 一个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因为 因为这个转变 它就从我们一个被动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变成一个主动的位置 哪怕你做的事非常小 比方说你在公司里面 让你搞一个什么party 这可能跟业务都没有关系 但一旦是你来做这件事情了 你会发现 我要去让别人 我有一个什么idea 我准备怎么做 让别人做 包括大家肯定 因为我一直觉得 其实就是所谓的领导力 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要当上公司的CEO 才有的 我觉得大量的学生 如果今天有听的 有学生的话 在 我觉得我的所有东西 好像都是在上学的时候 看上去做了一些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组织了一个什么活动 其实也在历史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这些事情 当你是在里面 有主导的作用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你领导力 领导力其实就是 就是你是主导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工作里面 有的时候可能会 大家会先 因为毕竟很新嘛 你在很多的 所谓的工作环境里面 特别刚刚加入的时候 你是买年轻的嘛 是吧 你总会觉得 我也没有资历啊 我经验也没有啊 等等 这是非常正常的 特别是对女性的 就更容易这样 但是但是我觉得 一旦说哦 我在可能一个是 主动的寻求机会 比方说就是一个 看上去不重要的事啊 我们能不能 可能是业务里面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说 就像刚才讲的 可能是公司组织 这个什么团建啊 那都没那没关系 你只要说 哎这件事我想做 我去找人去支持我啊 有这样的一个 给自己一个机会 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旦到那儿了 你就会发现哦 这其实也是领导力的核心嘛 领导力的核心就是说 OK You need to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 对吧 你不能说 你不说 我都不知道想干什么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都能干得特别好 这个不能叫领导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得 有做这么一个 我觉得是这可能是在 所谓的职场里面 最一个转变 所以为什么说 我刚才讲到 我最开始提的那个说 我们要把所有的人 变成支持我们的人 因为你会发现 我一旦有这个想法了 那可能你需要的支持 不在你最喜欢的人手里 对不对 你可能有资源的人 就是你特别讨厌的那个人 但他得批你的这个budget 你得去找他 对吧 或者是说 有人有场地 你得去搞这个场地 这个场地的人 你也不喜欢 你得去做 但是当我们 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些人我都 因为是我在drive这件事情 那其实 那我都可以把你变成支持 你有什么条件 你有什么想法 我要听到 我要看到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 就讲这一个吧 就我觉得如果我们 做这么一个 这样的转变的话 那其实这个 所谓支持性网络的构建 它就很自然了 对吗 因为这件事是 是我要做 我要找别人支持我 那我就是很自然的 你就得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 你看我想让别人认可我 那我做的好还是不好 你来给我打个分 是吧 那可能就只有 喜欢我的人 愿意给我打个高分 不喜欢我的人 他不愿意打分 就是 其实我们这种 底层的心态 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提高吧 我想直接顺道 向伊诺姐学求一下 支持 我就在伊诺姐说的 我们需要自己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去找别人 获得帮助 获得支持 这个过程中 我其实最近就在 遇到这样的事情 比如当我有一个需求 我想去找我的教授谈 我其实有点困惑 我究竟应该把我的需求 准备到详细到什么程度 再去找他谈 一方面我觉得 我作为要drive 这件事情的人 我需要知道我要什么 然后我再去跟他协商 去管他要 这个我需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准备 把这些准备好 我觉得我是陷在 我自己的局限性里的 我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去找他支持 是需要他给我的 更高 高屋见灵的反馈 所以我就会在这两种 就我不知道 我应该准备到什么程度 再去向外伸出这个援手 不是 伸出要援手的 这招作为 对对对 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一般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肯定ready了 你就应该现在就去要 对因为我觉得 女生的问题就是overthink 我们会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就是这可能当时最早的 那个大家看 那个Sherryl Sandberg 写的另一面不就讲了 对吧 就是说他这个百分之 这个什么 他就说女性要觉得准备到这个时候 我才能去问 男性觉得其实我很少都没准备 就敢去问 然后最后发现也没有差哪里 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 但是有方法 就是比方说你心里觉得不确定 你其实可以 你可以condition it 你可以前面就说清楚 你说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对吧 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 我不是很清楚 这是不是够 所以我也是open mind 如果他说你应该多做一些功课 那我ok 是吧 就是你把这些 让自己不确定的事情 在前面就说出来 而且很明显的告诉别人 就可以了 就好像刚才你寻求支持 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想做一个项目 那我可以先说 这是我头一次做 我没做过 然后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我来寻求你的意见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对 是不是可以 就当我们 其实说到底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你要把最差的情况想好 you are ok with it 就行了 对吗 那你说最差情况什么 那老师教授教授说 你准备的不够 你要回再准备 ok那也不是世界末日啊 对吗 那我就能不能把最差的情况 先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如果说我准备的不好 I'm ok 然后再说让别人去做 其实就这些 就这些等于把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你可以说出来 放在那 你放在那之后 你就会发现大不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是吧 最差 他只是说你准备的不好 也不可能有什么更恶性的后果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给自己这个小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 我在这也想补充一下 就太太刚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从我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其实能够打动一个人 成为你的知识系统 让他能够参与进来帮助你 其实是你对这个事情 你发自内心的那个热情 而不是你对这个事情 有多么完善的计划 往往是你提到这个想法 说你可能两眼放光 然后这个人他就会主动来问你说 那我能够帮助你什么 然后这个计划可能就从你一个人 一开始的一个idea 变成了你两个人 甚至一群人的一个想法 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 大家一起来共创的一个计划 而不是你可能带好了一个计划 然后把每个人要扮演的角色 提前安在里面 然后再去问他们你愿不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 其实如果把心打得更开一点 你只是带着这个想法 很有热情的去跟大家碰撞一下 可能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 跟他无意间提起 那他可能就会想到一个 我觉得这个人你可以跟他聊一下 或者那个人他有一些资源能够帮助你 然后这个东西就流动起来了 所以我在这种问题上 我一般都是我有这个想法 我就立刻会去行动 我就会去找他碰撞一下 随口提一下 那如果他有一些新的支持和想法进来 我就会去跟不同的人聊一圈 就是他可能会给我 就我之前 我记得我在Magicene的时候 有跟领导聊说 哎我想做这个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串人的那个电话 他说你去挨个找这些人聊一圈 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很打开的 然后跟每个人去碰撞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刚才聊到从寻求认可到寻求支持的转变 接着聊到寻求支持到底要准备到多完善才能去胜出支持 向对方去提诉求 那其实我们后面又聊到其实支持的关键点 在于热情是一个共创的计划 可以把自己的心打开去碰撞 可以在之后想到就先踏出第一步 踏出第一步之后再会再看看 是不是会遇到其他的什么人或者事情 来一起把自己这个想法推着往前走 对是非常精彩的聊天 那我们刚才关于职场的方面 其实伊诺在讲说从寻求支持到寻求认可到寻求支持 其中有一个方向会涉及到如何向上管理 那如何获得领导 以及或者能力高于自身同事的支持 如何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 那伊诺会不会有更多的想要分享 或者他俩和小静把职场的定义打开 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自己的观点 想要和我们分享 我想垫一个问题可以吗 因为这个一次我在来直播之前 就想问伊诺姐和小静的问题 我觉得我就是我就是过来学习 寻求支持的之前 就是当我们在提到支持网络的时候 我会觉得对我一个涉事未深的人来讲 我的很多支持网络都来自于比我大的 比我有经验的 比我有能力的姐姐们 有时候我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我首先非常感激他们能给我 他们非常棒的 关于他们经历中得来的建议 但与此同时我会觉得 我好像什么都给不了他们 就是我作为年轻的那一方 会觉得我得到的这个支持 我是有所亏欠的 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普遍女性的心态 就是好像我也得给你一点什么 但是我也想很想问两位前辈 两位姐姐 你们肯定也有向上社交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心安理得的 或者说我们愿意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去找比我们更厉害的前辈去求将呢 那个我先回应 我觉得刚才觉得小静那个问题 回答的也非常好 其实也一定程度上也在讲 这个所谓的向上管理 他讲的是热情对吧 对热情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跟你讲 我这些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也帮过很多人 或者是跟 其实我认为我肯定会得到一些 但我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对我来讲 就当我所谓的 比方说帮助到一些人的时候 我其实认为我最rewarding的 其实就是看到这些人的成长和进步 就这是我想得到的 你可以这么讲 就是实际上人 我觉得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 只要是人 他都是有利他心的 那这个利他心 其实 你可以这么想 你给别人一个机会 让别人可以有利他心 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呢 因为你作为年轻人 那你要说 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交换 那你的确没有什么可交换的 对不对 那我能帮你什么 给你什么端个茶送个水吧 也就这些东西了 然后你还能干什么呢 对吧 我帮你帮你带带孩子吗 但是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 在职场上愿意帮你的人 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我也是代表了 可能至少80%以上的人 其实就是他们 其实认为最 他们可能想要的 如果有什么回报的话 就是看到 哎 我说这话你听了 或者是你入心了 然后你做了 然后你去做事情了 就那他会觉得很高兴 最近我不是说 就很有意思 你去做一件事情 其实 而且你做了以后呢 所以对你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比方说有一个 你找了一个很senior的人 帮了你忙 然后呢 他你说很好 然后你觉得之后呢 你后来真的做了一个决定 你知道我最喜欢说到的信息 就是说 他上次一诺你给我说这个 让我去 我就去找那个人了 我找了之后 他还就真的让我挺高兴的 就我如果说到这么一封信 我就非常高兴的 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 That's it That's all I need 就说我跟你说了 你去做了 然后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已经超过90%的人了 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 我那天 我上次我在直播里说 我儿子 我儿子12岁 他在看那个 穷爸爸富爸爸 大家如果看 我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然后他里面就讲 我其实原来没仔细看过那本书 大概翻过 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我儿子给我讲 他说你知道 他这个一开始怎么发家的吗 他说他 他当时是在那个 他是一个 他在夏威夷住 是吧 他是夏威夷的日益 然后他当时是 像是参军在那个 应该是这个美国海军 然后后来完了以后 就没工作嘛 然后回来 然后他就去参加了一个 三天的workshop 他说他花了 我忘了 可能270美元 他说这是他一辈子 最值得的一个投资 然后那个workshop 就是讲怎么买房子的 他说买房子的 那个人就酷酷酷心的 跟他们说 你要这么买 这么买 有那么三步五步 反正就有一个流程吧 你先去看这个 再去做这个 他说我们当时去 所有付钱 去参加workshop的人 大概有300个人 这个大家不要 call me on exact number 我记不清 就说儿子搞我 我都没看的书 他说但最后 你知道吗 就真的按他说的 去把这个事做了的 只有三个人 只有三个人 所以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就听听觉得挺好 这个包括大家 现在听直播的 你要再听说 哎呀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完了你就该干啥干啥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对讲的人 没有什么损失 我反正讲了一遍 对吧 你们300个人听 你们300个人都做 或者你们三个人做 对我来讲 no difference 但是对你来讲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 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去做 比方你听到一个 你的前辈 给的你的一个建议 当然不是说 你全盘接受 你当然比方他 给你说了一句话 你觉得有一个 对你特别有帮助 没关系 你可能有两个 你不同意 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同意了这个 你去做了 然后做了以后呢 你跟人家说一声 说哎 你上次你给我讲的这个 我做了 我觉得非常有效 然后呢 你不用讲那两个 没效的 你可以不做 这是你的选择 然后其实这个就够了 而且这会给你 一个正面的关系 那下次你再去找他 他还愿意跟你聊 对吧 他说哦 你看这个 塔拉这个人 上次跟我讲了 这个小孩子 这把叫 如此可叫嘛 是不是 或者是说 他想 我跟他说的什么 他至少认为 他有价值 有意义 就够了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 我们就是如果 用这种方式 去做回报呢 其实是最好的 而是一个是你 对方真正需要的 第二个呢 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什么 你不要说 不是因为我没有地位 我没有职位 我没有经验 但是你的进步 本身就是一个 最大的财富 我觉得我有一个 immediate take away 就是 抱歉 我跟谁说宠了吗 没有 我猜猜请继续 哦 谢谢 就是我有一个 immediate take away 就是其实上个星期 我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 聊天 然后我跟大家说到一些 就是我前两天 办了一个生日会 然后在里面办了一些活动 他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给我介绍了 一个艺术家 然后这个艺术家 做的就是那种 community based installation 就是放在一个 公共场所里 让居民一起来 互动的这么一个装置 然后我觉得 哇这太有意思了 我也想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个星期 就真的在准备 做一个我自己的 installation了 然后我就想到 在我做这个过程中 我好像没有去跟他分享 这是他给我的启发 然后Eno刚刚说完这个之后 我觉得 我有必要去跟他说一声 就是我觉得 我打内心是非常感谢 他给了我这样的启发 但是之所以我之前选择 没有告诉他 是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事还没有做出来 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来 我的第一个装置之后 请他就邀请他过来 但是我现在讲 就是我其实想开始 做这件事本身 也许对他也是有意义的 或者说让他知道 我至少从我们的谈话里面 有一些可以带走的东西 所以我就打算 待会立刻结束直播 我立刻就给他发个信息 对对对 你就说I was inspired 对吧 然后觉得by your ideas 然后你要有些开始的话 你给他拍张照片 发过去 你就说他就很高兴 他会非常高兴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说 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女性 去和姐姐们聊天 或者说在接触过程中 想要去给回馈 因为得到帮助 也想要给更成熟的女性们 去回馈 该如何去做呢 我们刚才就聊到 给反馈 像年长于自己的女性 更加有经验的那方 和她们说 自己的进步 自己的成长 自己按着她们去做了 看到了什么 探索到了什么 这对于 给予建议的一方 也会是一个很欣慰的体验 对 我在这里也想补充一个 其实在一开始我没有聊到 就为什么女性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困惑 就会觉得说 我找一个可能更权威 然后比我身份地位和阅历更年长的人 去要支持 或者甚至是交朋友 我内心会有这种怯的感觉 我觉得它背后其实有一个点 是我们对于自我价值 或者说我们对于自身的那个存在价值 很低的一个点 我们好像总觉得说我得有用 我得给对方什么 或者我能帮到对方什么 或者我一定要做出 甚至做出一个什么 我才有资格去跟一个 看上去比我更优秀 更成功的人去交朋友 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变化 我可能在刚上大学的时候 会有这种心态 我就会觉得 哎呀凭啥呀 我凭啥去跟比我更年长的人 去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然后后来我跟一些 比我更senior的 比如说我的师兄 比我可能已经大十几二十岁的师兄 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 我会发现 其实从对方的眼里 在看我们的时候 他也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小朋友 或者说把你当成一个 想要通过跟你建立这样的关系 来获取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们的眼中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挺好玩 或者说挺优秀的一个小孩 一个小姑娘 然后呢 他也想跟你做朋友 只不过呢 可能他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有他的喜欢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其实很想知道 年轻人在想什么 年轻人在喜欢什么 我现在就是会跟一些 零零后的小朋友 在去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我也会从他们那里 得到一些灵感和启发 比如说他们现在 在学校里面都想什么呀 然后包括他们 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其实我觉得以后 我们这个世界的变化 真的是年轻人会去drive 年轻人会去主导的 这种以经验 或者说以阅历 去成为某种权威的现象 我觉得会减弱非常非常多 因为年轻人是那个 站在潮流中央 他很知道 他们在推动未来 去往一个方向发展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 跟零零后的 就是比我小 可能好几岁的 小朋友一起玩 我觉得就是他们 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和他们可能会好奇的 一些东西 会给我带来很多的 新的流动和变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是在交朋友 没有我一定要给他什么 他一定要给我什么的 其实就是随便聊聊天 然后可能碰巧 他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曾经经历过 毕竟我比你多活过几年 对吧 那我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那有一些你知道的 但我还没有知道的 那我就可能通过你的视角 去了解 现在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人 在想什么 那以后我们的这个社会 不管是消费者 还是受教育的人 或者未来会成为教育者的人 其实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去跟年轻人交流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年轻人应该多有一些自信 多相信一下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们在场年轻人 平平点头 大家都都很开心 能听到这个 那小英刚才就提到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女性 或者不同年龄段的 人在去交流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视角的交织 是不同生命状态 不同阶段的生命的一种交流 大家可以很随意的去 进行更多的探讨 而不会觉得说 我现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 在基于这个基础上 我才能去和更加有价值的人去交流 那其实小健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之后会聊到的一个点 我们之后的这个点 会聚焦在文化方面 就是说 社会经济地位相差选数的人 能够建立知识性关系吗 如何看待朋友 在知识性关系中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因为有蛮多 我们在去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那可能这个人 他有各种闪光点 但也有人他会从 社会经济地位这个视角着手 看我要不要和他交朋友 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就让我想起了 我刚来哈佛这边 我在一个 我现在在一个实验室 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面工作 然后我刚来这边的时候 在一个特别慌张的状态 就是在座的 我们是一个跟教育相关的项目 我们要去美国的高中里面 去观察 去记笔记 然后去给老师支持 我以前我这还是学生的 我怎么去给老师支持呢 然后我过了那个面试之后 我发现所有跟我在同一个组里的人 大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他们在回来上学 然后他们都很有经验 有人已经教了十多年书 有人是学校的校长 只有我一个就是一个菜鸡 或者说 在那时候我也感觉 我是唯一一个不是英语母语者 然后我以前都没有来过美国 我就会整个在一个非常慌张的状态 然后我就去找我的教授 去聊了这个问题 我说我每天都觉得 我有那个叫什么 imposter syndrome 这个中国教授 冒名顶替综合症 对对对 冒名顶替综合症 就是我觉得我不配在那待着 就是我 他们聊什么 我都说不进去 然后美国文化我也不懂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就是做好我的工作 然后我去跟老师聊的时候 他说你知道吗 你已经是第十个跟我说过 他们有冒名顶替综合症的人了 就你在这个班里面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不配 原因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在某一时刻成为小少数 那当我们在某一时刻成为 那个边缘化的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自己不配在这儿 我们总是拿自己的最短 最短板去跟别人的最长版比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不配 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找他 有同样的话题 他们说 it's ok 就是重点就在于我们 所有人在这里都是不同的 我们贡献出自己的长版 至于那个短板是什么 它不应该影响我们的自我评价 我们要相信 我们被选到这个组里面 我们已经满足了组的条件 以及我们要相信自己曾经的实力 是足以做到我们的工作的 以及我们就是来这儿工作了 你看看你的工作做好没有 如果你做好了 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在 就是你的心态上去跟自己过不去呢 后来我觉得这个话对我来说 非常有意义 它改变了我后面整个大半年 在这儿工作的一个心态和感受 就是我不会的东西 我就直接去问好了 那我会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做好 有时候别人还会回来问我 既然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被边缘化的状态 那we're fair 就是我们是公平的 这是当时对我来讲 特别大的一个启发的地方 我想分享一下我这两年的经历吧 因为这个问题就让我回想到 我的一个社会身份的变化 曾经我是闪闪发光的 什么麦肯锡精英 然后我两年前辞职之后 其实我这两年是在一个流浪的状态 就是刚进来塔塔问我说 你现在贝斯在哪 我说我四海为家 其实我这两年在中国 可能我们自驾开了好几圈 然后去大理 去现在在海南 然后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其实惊艳了这样一个 大家比如说在上海 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标签 大家都会问你 是干嘛的 对吧 然后你在哪里工作 然后你可能收入多少 大概这样的 但是当我离开大城市之后 我开始旅行在路上 比如说我去大理 我在大理认识的一些朋友 我发现我们认识三个月 他都从来没有问过我 你是做什么的 甚至他也不关心 你有没有读过书 你在哪里毕业的 然后你你以前干嘛赚多少 你以前的人生经历是什么 就大家不会去care这些 他会他会真的把你当做一个人来对待 和去了解你 然后是通过我们之间很细微的一些相处 去比起了解的 然后比如说我来了海南 我跟我一起冲浪的人 那就是更加五花八门了 大家可能有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学 有的人可能初中就毕业 那有的人他可能过去的经历更丰富 但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一个宝藏 你希望透过他这个人在这里 然后去了解他过去的经历 而不是通过一个标签来去定义他 但我现在会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挺奢侈的状态 因为可能我们在职场 和我们在这个一线城市的 这样一个氛围当中 我们都会变得很着急 很想要通过一个标签去定义一个人 但当我们给一个人贴上标签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没有再看到他了 我们就已经在一个想象中 这个人他如果是一个公司的CEO 他就非常的高大上 然后他就很高冷 他也不会愿意理我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比如今年也可以出去旅行了 疫情也解封了 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多出去走一走 多跟自己身份不一样的人交流交流 你在回到城市的时候 再去看到一个你以前觉得很高大上的 高冷的CEO的时候 你会想要透过这个标签 真的去看到这个人和理解这个人 那可能你跟他交流 你会觉得他非常的Nice 非常的平易近人 然后他也会对你很有耐心 然后也很愿意跟你去交往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很看重标签的环境 你可以时不时的离开这个环境 去跟你身份背景 完全不一样的人去交流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大了 就我们可能今天这个会议里集中的人 都是活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bubble里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全世界就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都是很看标签 很看过去的经历 很看你是是不是藤校毕业的 但你走出去的话 会有很广博的天地 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人在那里 你可能跟他的背景和语言都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些表面上的局限 去真的认识这个人 然后跟他成为朋友 甚至我觉得语言都不会成为一个障碍 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日本人也听不懂英语 然后你只能跟他通过手语交流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一个拥抱 跟他建立这种连接 那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真实的一个沟通 对其实如果类似那个 因为我现在我如果出去介绍我自己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I'm a full time mom 我有个全职带孩子的 其实没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些 就是刚才我非常同意小静说的 就是特别是在所谓的职场啊 一线城市啊 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比方说上大学这件事情 那个其实美国大家会觉得啊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展的国家 但美国其实每年上大学的人 可能也就是60%左右 就是高中毕业有一半人是不上 大概一半人不上大学的 那不上大学那你看到的美国人 那就是都说这一半人就是穷人吗 不是的 那很多人人家自己run个business挺好的 人家家里好几个餐馆 人家挺好的 然后其实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 而且就在他上大学里面的 可能一大半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去的community college 美国的那个社区学院是不用考试的 你只要想去交点钱就可以去 如果你低收入钱也不用交 所以就说其实真正上大 上就是上这个4 year college 就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疼校了 就是上一个四年的大学 在美国人里面也就可能 如果没 我现在没有那个数据 in front of me 可能如果这么猜猜的话 30% 20%也就这样了 那就是所以 所以其实说 我们好多的assumption 就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是基于一个蛮narrow的这么一个认知 为什么这个narrow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悖论 就是因为这些人 就是我们这些人吧 曾经的这种身份 你对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就大家会看你在干什么 对吧 那你去哈佛干什么 其实你可能有一个人去哈佛 有100个人不去哈佛 但是100个人就不重要了 只有这一个人做的重要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意义 那的确是这些高等学府 他有这个精神上的文化上的 这种历史上的这种引领 这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 如果因此而产生很大的偏差 就认为你去哈佛就了不起 你如果在家里边开个餐馆就不行 那我觉得不一样 那开餐馆人我觉得很了不起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就回到刚才那个 佳琪问的那个问题 什么这个什么经济阶层什么的 这个绝对不是你交朋友的标准 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 大家看过什么 嫁入豪门第二天破产那种吗 就这种多了去了对不对 你要是冲着谁钱去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不是搞房地产的呢 就是所以就这种事情 我觉得都不需要回答 就是我们跟 因为钱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来可以去的 对吗 然后其实最终 如果是一个这个人是好的人 那在很多关系过程中 他是不需要有什么 比方说我觉得我这些年 我在北京住的这些年 对我支持最大的 就我们家阿姨 我们家如果阿姨按照标签 那就是一个东北农村的妇女 那但是人家家非常聪明 就是我在书里面写过 我们阿姨家 他特别有意思 非常非常能干 那就是从这个智慧到能力 到这个什么 就是解决问题能力 你想你想 你觉得你在 你在哈佛有imposter syndrome 人家连北京户口都没有 人家在北京住着 是不是 然后照样什么事都搞得定 跟我们物业吵架 很厉害的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你在这些人身上 能看到很多 就是让你敬佩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 能够把这些事情 表面的这些东西 透过去认识一个人 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呢 可能对很多 有很多人是很难 很难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 生活里面 教育里面 其实是一直在被 在被灌输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其实等你 所以小静的这个转变 其实非常了不起 当你意识到 I want to be away for a bit 我想给自己 产生一点距离 那其实这个距离 是无价的 因为这个距离 你就会发现 一旦你就产生距离了 我有一个比喻 我就说 我们当没有距离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旋转的陀螺 对吗 旋转的陀螺 如果你是钉在 那个陀螺上的 你如果是陀螺上的 一个点 那你天行地转的 每天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只要 把这个点拿出来 你只要离着陀螺 有两厘米 你就会发现 它无非是个陀螺 是吗 那就这么点 就是个小木头的东西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这两厘米的距离 那就是make all the difference 是不是 你这两厘米的距离 你会发现 从一个天行地转 整个这个世界 就要坍塌了 到无非就是一个小陀螺 你转你的 我可以跟着你转 所以其实这种分离感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有一定的奢侈 不管是时间上的奢侈 或者经济上的奢侈 能够去物理上分离 但是如果你哪怕 没有这种物理上分离的奢侈 你在心理上 也可以做分离的 心理的分离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 我就给自己一个 就刚才讲 一个深呼吸的机会 然后哪怕你就静下来三分钟 我老讲 我说你要大家看 一行禅师 那么厉害 全世界人都去 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给你回答都是一个 你breathe 对吧 让你呼吸 其实说到底 就是说 虽然可能大家说话 这个东西 我要花这么多精力去学习吗 但其实说到底 就是你能够 实际上就是你心理上 产生这么一个gap 就是产生这么一个距离感 那这个距离感 其实是有大量的智慧的 对吧 我们讲我直 什么叫我直 直就是你粘在上面 你就在那个陀螺上 那你就是直 或者就是 你叫cleaning 英文叫cleaning 它其实翻译的不好 但这个其实就是直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直是我们所有痛苦的起点 对吗 那我如果把这个直放下了 就没有了 那什么时候能够放下 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给自己一个这样的 心理上的可能性 心理上的gap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在物理上 或者是我们的真实生活里 或者是心理上做这件事情 这都是能帮助到我们的 那其实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问题 哦 我刚才是不是打断了谁 没有 哦 没有 OK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 其实问的是很狭窄的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金钱 或者说社会经营地位 这些看起来的标签 它只是一种能量的代表 它可以来也可以去 那我们更多能做的是 透过标签去看到标签背后 具体的这个人 他经历了什么 他对生命有怎样的视角 他有着怎么样 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的 对生命的态度 那总结一下 刚才各位嘉宾提到的建议 小静有说到 要打开自己的世界 去多和不同身份的人了解 试着不去透过标签认识人 而是通过具体的接触 去了解到对方 那他他有提到 其实每个人 如果要在这套话语体系里面 说社会经营地位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 哪怕说不是 社会经营地位这个标签 看起来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标签 他们也同样会有 被边人化是少数的经历 所以大家心态也可以放得相对 是可以跳脱出这个 评价话语体系 去认识很多人 那包括英诺提到的 既然我们知道这套话语体系 会给带来我值 那是否可以远离这个痛苦起点 去建立一种心理的gap 都是非常好的point 去帮助大家 可以跳脱出相对狭窄的视野 活出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再聊一下文化方面的 这个点 因为三位嘉宾都有 在不同文化环境 在新的环境中 去建立智慧性关系的经历 那关于这一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 觉得文化是说 不同国家的文化吗 还是什么 对像伊诺之前 在奴隶社会有提到说 中美职场底层文化的差异性 那他在哈佛开启新的求学经历 Athena同样有美国 伯克利大学交换的经历 那大家对于 出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该怎样建立起 自己的智慧性系统 这个话题 有没有什么想要掉 我可以先讲 我是说 我觉得那个 首先我要回应一下 你们那个00后那个 00后我觉得很好 那个Athena讲那个point 我也很同意 但是有一个 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如果跟年轻人讲话 如果年轻人都在点头 说明你说的不好 就是说 因为大家会觉得 你年纪大吗 你说的对吗 然后就 他说如果年轻人 跟你要提不同的意见 他说明他愿意跟你 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就大家应该提点不同的意见 不要说哎呀 因为你看看是黎诺说的 或者什么 严小静说的 或者什么 娜塔拉说的 我就要同意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最好的 就是说我不同意 我不认为你说的对 然后 其实大家应该提出来 不要觉得说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回到刚才那个点 我觉得 讲的很好 就是如果 如果 讲到 我自己 当然我现在年纪 肯定是比你们大 我今年 今年如果过程 我就46岁了 然后 那当然你会觉得 如果在国内曾经的话 45岁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 女性可以退休了 什么 那个工人 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那个 我那天咨询一个什么 他上来上大学 他说 哎呀 他说你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 我说 我说你要上大学 你妈妈跟我年纪差不多 所以我跟大家 肯定是年纪上 可能对很多年龄后 是要 你要叫我叫阿姨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其实是 反而蛮喜欢 就是不是喜欢 这个喜欢 有的时候 有一种 这个condescending的意思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到这个年龄 反而对年轻人的 预期是更高的 我其实是希望 因为你会觉得 就是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做 然后就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其实要有 多有一些想法 真的真的 就是你多去提问 或多去请别人帮你 就是对 过了一定年纪的人来讲 他肯定会觉得 对他是个 非常荣幸的事情 因为你想等你到 年纪大一点 特别到我这个年纪吧 比方我周围的人 大家都有孩子 然后呢 那孩子 大家每天都很忙 你会觉得 我跟这个世界 可能会失去一些联系 如果这时候 有一个00后 成天跟我说 我们再看这个 再说这个 我觉得挺好 我至少比我那些 这个成天 这个围着灶台传的 这个中年妇女 要高级一点 所以其实 其实互相之间 都是有很大价值的 而且我觉得 大家可以 做出一些 不同意的观点 就包括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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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琪 就是你的主持人 我感觉到是 是60后的风格 我跟你讲 你们不应该 你不要搞这样的主持 这样主持 你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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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的 对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对吧 现在又不是 又没有老师看着 又没给你那个打分 你这么年轻 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呢 没有必要的吗 是不是 你说你说错了会怎么样 黎诺不理你了吗 本来我也没有你的微信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可以放松一点 就是大家 这个 对 反正我听说你是00后 我还挺震惊的 我觉得00后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更年轻一点 对 我是00后接受 我觉得这意思 就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放松一点 但是我也能理解 就是这一个成长的 这不是一个批评 这是一种期盼 然后 第二个就是 回到你说 这个不同文化 我觉得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先讲 微观的层次 其实因为 对一个人生活 最重要的 实际上是你的 微观环境 不是你的宏观环境 就是不是说 你看我到了新加坡 我就怎么样了 我到了丹麦 我就怎么样了 实际上 你不管到哪儿 你周围这个 你的房东对你怎么样 你的邻居对你怎么样 或者是 你在工作上的 你的老板对你怎么样 都是更重要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可能 在年轻的时候 我书里也写过 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 我觉得 我看好多小朋友在讲 你们可以买我的书 这书我已经 反正已经早过了 推广期了 但是我很多的里面 在里面写过 叫力量从哪里来 写了好多小 所谓的方法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就是要去 从微观的角度看 微观的角度看 就回到刚才 塔拉和那个小静都说过的 就是人都是人 明白吗 你就说这时候 你会发现 没有啥区别 你不要觉得 你是个墨西哥人 你是个什么美国人 你是个什么什么人 就特别是在美国 那美国的人 都不是美国人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在 很多时候 其实把 把这些东西放下 就把它看成一个人 就可以了 你就好像介绍 你自己的时候 不一定说 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怎么怎么着 没关系 你就说我就是个全职妈妈 我现在需要帮助 人家管你从哪来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因为我们脑子里 有很多的教育里面的垃圾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宏大叙事在里面 好像必须有什么国家 什么政治 这个东西 才能定义我 跟你没有屁关系 对吧 除非你是领导人 你又不是 所以其实你只要想说 我在我在 我其实就是跟 跟那个 就是我就是我 我现在就是我今天 我每天也要吃喝拉萨 你也要吃喝拉萨 我也需要把我的事办掉 你要去那什么 我这东西坏了 我得把它修好 我想少花钱多办事 这是所有人类的 共同诉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 把人当成人 就就可以了 这是在文化层面的 所以我去年 我去年 去年对 我做职场工作坊 当然大家可以看 我文章也写过 当然我会写 讲很多横观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作业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你就叫做 叫做treat them as us 就是特别大 如果在国外 国外我特别讨厌的 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老中怎么样 什么老印怎么样 老墨儿怎么样 我就说 就是你能不能把东西放下 就是说你能把它 就看成是你的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有 这种想法的话 你能不能说 这个老墨儿的妈妈 跟我作为一个 所谓中国人的妈妈 对我孩子的期盼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 希望他成功 谁不是这样呢 跟你是墨西哥人 印度人有区别吗 所以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我就有一个作业 就是说你就 你就 你都不用写 你就每天路上看 你路上走出去 如果大家在国外 你看到一些肤色不同的人 你就给自己一个念头 一个念想 说哦 我跟他是一样的 他也有他的需求 不是说他是个美国人 就怎么样 因为比方他家 可能房子也坏了 那我去问问他 你需要帮忙 对吗 或者是说 我的问题 这个有问题了 他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都是就是 其实用这样的一种 这其实好多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不要说 我好像有的时候说 我要去个什么商学院 出趟国才可以 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的转念 转念这件事情 no cost zero cost 没有任何成本 你要是知道 要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就很很不一样 当然如果在深的层面上 在文化上 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 就我觉得说到底 一个区别 就是就是大量的 就是我们如果推到西方 或者在日本 就所谓的发达国家吧 其实说到底 是一个开放社会 open society open society 它就是一个 高度自治的社会 这就是open society 高度自治 就大量的决定 实际上是大家自己做的 那那那他的 他的他的opposite 就是我们相反的 相反的大部分 是从下而上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我是觉得 虽然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鸿沟是非常大的 我总是讲 你可以买一张机票 你就到了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去理解 这个社会 你可能要需要 几十年的时间 不是说你买了个机票 12个小时之后 你就到了国外 你就变成外国人了 no 我觉得实际上 要去真正的去理解 一个社会 它后面的底层 它的历史 它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大家如果在国外生活 就是这种事人 特别特别多 就很多人是volunteer的 你就会答想 你为啥volunteer呢 那国外就说 那咱们会知道 你申请学校 需要volunteer 放在你那个上面 那很多人都40岁了 他也不需要申请学校 他为什么呢 对吧 那就是因为 这就是他社会运作的一部分 大家认为 这是很正常的 他也不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用我们的曾经的逻辑 就说 你肯定有所求 对吧 那你会发现 你就很狭隘 其实很多国家 完全不是这样 但是这些事情 看上去是个很小的事情 但当你去理解 它后面的底层的文化 历史逻辑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你才真正理解这个社会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 到国外 就要做的一个工作 其实就是去 真正去理解 一个open society 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但有这种底层逻辑 其实我们很多人 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每次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因为我们自己 是个自下而上的社会 我们对别人 也是自下而上的 然后而且我们 会有很多阴谋论 因为谁谁谁 哪个总统做了什么 其实不是这样 你要真理解美国 那总统 哎呀总统 这就是窝囊得很 很多事完全做不了 但是我们不理解 它的逻辑的时候 就会用我们曾经 自己认为 合理的一套逻辑去套 那一套呢 你会突然 自己有个心理上的优越感 但实际上是 就是实际上是 一笑大方嘛 所以这里面 好多时候 我经常会推荐 大家如果对美国感兴趣 你看看看那个 自中文老师的书 叫20世纪的美国 他是讲从1900年 到2000年的美国 我自己 我经常推荐那本书 因为我觉得 我是看的那本书 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 工作生活了 将近20年了 我再去看那本书 才理解 其实好多事情 我是不知道的 是不理解的 美国现在发展到这一步 是每个都是 有历史原因的 它是一步一步 怎么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看看 那个书在国内 也可以买得到 然后能够看 然后包括他还有一本书 叫做认识世界 认识自己 然后也是讲了很多小品 这都是 自先生的书 就是这些事情 这些这些书 其实对我们很多人 打开就真的去理解 世界的真正的样子 然后从反观 我们自己的文化 是非常有意的 我想接着 伊诺刚提到 那个微观的世界 来讲一讲 对 因为我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个跨文化 不仅仅是你跨国 就跨文化 其实中国很大 你从上海到大理 也是在跨文化 然后换一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当地的文化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想分享一个 我觉得还蛮 蛮实用的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一个 一个有自己 内在精神世界 和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的人 他不管到哪里 他都不缺支持系统 比如说 我再回想 我当时去 伯克利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交的朋友 都是怎么来的 我当时去 报了一个 surfing club 就是一个冲浪的 那个风筝冲浪的 那个社团 然后就在里面 认识了几个 还挺有意思的朋友 他也不是我们 那个学校的 但是大家就 就是喜欢冲浪 然后呢 我又很喜欢爬山 所以我当时就 周末老去 跟他们去hiking 去爬山 然后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然后同时 那个时候 我对宗教很感兴趣 我就就是 报了一个宗教学的课 然后在那个课里 我又认识了一些朋友 所以 我觉得大家 与其说是 我想要怎么去 融入当地的文化 不如回到自己身上 去想一想说 你希望你在这里的生活 你怎么过日子 你每天除了吃喝拉撒 你希望你的生活里 有什么样的色彩 你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那 其实有人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人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 我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比如说 我来到海南 那我也不是 每天在这啥也不干 我每天在这里 也会有我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我也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就可以约 这里的人一起去做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文化 或者说 整个society 那个东西太大了 但是真正能够影响 我们每天生活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小的 而且是非常出手可及的 小到你今天吃什么 那你想吃 比如说你喜欢吃墨西哥菜 你想吃墨西哥菜 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去约我墨西哥的朋友 带我去吃 他觉得特别好吃的墨西哥的餐馆 柏里有非常多的那种grittle 对吧 然后还有 我喜欢画画 你可以去参加一个这种画画的活动 或者社团 你就会认识人 因为你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就一定会认识到人 然后又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兴趣来好 其实你们在某一个层面上 一定是有一个可以共振和共通的那一点 那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抓手 让你可以在当地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最终不是你融入这个文化 而是你把这个文化带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然后再去跟大家一起去碰撞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特别同意小剑跟一诺说的 尤其小剑刚刚说的 把文化带入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特别受用 也就是把我想说的一种高级的方式统结出来了 我想说我来到美国之后最好的朋友是我的邻居 就是 我会觉得 我们每个人确实就像伊诺说的 我们都被自己更微观的环境更大的影响着 我觉得人没有必要非得要跟着自己的 跟自己的舒适圈做对抗 就我们当然可以踏出舒适圈 但是没有必要先否认自己的舒适圈 就什么因为这个人离我近 所以我不跟他玩 因为这个人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 所以我不跟他玩 我一定要去找那些更不同的 让我就是跟他交流起来 我难受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有这个状态 我第一次刚出国的时候 当然就想着 我一定要就是多交点外国朋友 我都出来了 那我肯定是 我要跟以前大不同位啊 我来这儿不就是为了体验新生活的吗 然后我当时学那个专业 我是学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 还有戏剧研究 就是这些在西方都是那种 非常白人的白人为主的专业 然后我在那儿 就是真的每天都跟外国人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我觉得就我跟他们在一起 不舒服不自由 我可以跟他们聊天 但是每当我回到家 我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说大惊骗子的时候 那才是我最自由的表达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就不找一些 跟我同一个地方来的朋友呢 所以我就是现在是我第二次 我中间回国了一段时间去做工作 然后现在是我第二次出国 我这次出国的时候的整个的心态 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就找那些我愿意说话的人去说话 我今天想跟外国人说点英语 那我就去跟他们说点英语 我今天就想猫在家里边 自己待着啊 跟我朋友打点电话 我就跟我朋友打点电话 就是没有必要跟自己的 就是以一种更宏观的要求 去要求自己 然后跟自己的真正心里边 最最私密的 最自由的那一部分做对抗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活一个快乐 活一个开心 我们在 尤其是在 刚才我们也聊到 就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到 你跟哪些人在一起 是获得能量 哪些人消耗能量的 今天我不想去 那一个我不熟悉的场域里面 消耗能量 那我就自由的 在我的旧环境里待着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非常棒 00后不总结了 00后想直接听 大家对于亲密关系 及家庭方面 对于知识性关系的 重要性 以及有什么经验 想要分享在这个方向 方面的探索 以及非常重要的 还因为我们刚才 其实蛮多聊天都回到了 内在都提到了说 自己如何成为 自己的知识性系统 那这两点 亲密关系及家庭 以及自己如何成为 自己的知识性系统 都非常想听到 大家的理解 我们还是先从 亲密关系 及家庭这个方面来开始 先回应一下 刚才塔拉说的 那个心态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经历 你的第一个阶段 就叫做凹造型 对吧 第一次出国叫凹造型 对 然后呢 但我觉得凹造型 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可耻 没关系 每个人都要经历 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在我书里写了 我其实不断地在凹造型 我是读博士的凹造型 然后上麦肯西就去凹造型 然后但是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大家觉得 我也有这样的心态 想去凹造型 It's okay 然后呢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在凹造型的过程中 实际上好多我们 对自己的认知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才会得到的 对吧 就如果你说 你当时如果第一次出来 就说我不跟老美说话 我就跟中国人混在一块 你肯定也是很失败的 所以呢 我是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 在经常的自己的工作里面 或者在文化里面 都有一个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ok的 是ok的 然后呢 其实而且你可能 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 你可能 现在你觉得你放下了 你下一次 你又开始凹了 因为你比方 你进了一个新的专业 对吧 我说这个也不是说你 我也这样 你每次到时候 你就说我得先去 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的认知过程 就是说我们要先去把 大概这个外形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内在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把这个外形 搞得差不多 对吧 比方我的朋友里面 有百分之几十是老美 多少什么什么 我现在把这个外形搞搞 但是你搞了之后 你才发现 通过这个外形去认识本质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是很正常的 我就想说 就是大家不用 包括也不需要 对自我自我说 你看当年我不行 现在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而且以后你可能还会有 就比方说 以后你要真的去 我不知道你会干什么 你要去当教授 你会发现 所有的教授都在干这个事 你也得去干 然后干了干 你会发现我不想干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这个过程 每个人都是 都是有经历的 It's fine 然后那个 讲到那个 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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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支持性体系 我觉得那个 这个首先给这个 主持人点赞 马上take a feedback 你看 这非常好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其实 其实你在问题里面 就已经有一个隐喻了 就是说到底 说到底 就是我们的支持系统 只有我们自己 这是人生真相 所以 你周围的这些事情 它都会发生 人到最终 人到最终 就是孤独的 真的 你看 就是我们现在 大部分的年龄还没有 你像我妈妈 对吧 我妈妈每年都有 朋友去世 我妈妈72了 那这就是 你会觉得 sied吗 很sied 非常sied 就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自己的中学同学 是吧 自己的曾经的同事 今天没了 明天没了 然后我妈妈的父母 都没了 对吗 你就后来在想 你说 你说这个 那就是 人就是这么一个 过程 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所以最终 那就是我每个人 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归宿 也可能你是 那个先走的人 是吧 所以 我觉得这些 支持体系 说到底 就是 如果我们越早 意识到 我们真正的 支持体系 只有来自于 我们内在的自我 其实 我们在跟外在的 这个交互的过程中 也会更自洽 就是更自洽 就是指什么呢 不是说 这个两个 不是矛盾的 就我觉得 我们思维里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经常说什么 他说那是不是 反的就是对的 不是的 就他两个 不要有这种 二元对立的思维 不是说 那你如果这样 你就孤独中了 到山上去活吧 不是这样 然后 但是实际上 它反而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 我们跟什么 亲密关系里 出现的问题也好 我们跟孩子 出现的问题也好 跟你的什么 同事出现的问题也好 其实说到底 都是一种 你内心 内在问题的 一种外展而已 说到底 就当你能看到 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这点 你会觉得非常 欣慰 欣慰就是说 不是说这件事 是个好事 而是说你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改变 对吗 如果你周围的事情 都是来自于 都是因为你的 某种外展 那我内在的 这个状态有改变 它外面的 就会有改变 所以 说到底是这样的 所以越早 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越好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就是我自己觉得 这是个非常 liberating的过程 就是非常解放的过程 因为你发现 我的关系好不好 不在于 好像我要 换一个伴侣 或者换一个父母 或者换一个环境 或者换一个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 如果有机会换 也很好 不是说我们就 在一个地方不动 因为生活 肯定有不同的发生 各种机遇 但是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 反过来 看 我可能 这是不在 给我发一个什么信号 这个信号是告诉我 有一些事情 我可能可以 think different 然后这些事情 我们就总是 有所收获的 所以其实 说到底 这些 包括什么亲密关系 这些事情 它其实都是 我当时做职场工作坊 我有一个文章的题目 就叫做 我觉得职场关系 我就说职场问题的根源 都在职场之外 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亲密关系的根源 其实也不在另一方 我最近在写一个 孩子教育的书 我就觉得 我写了一个金句 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你看我有了孩子之后 当然可能你们还没孩子 我有了孩子之后 才有了这些问题 才有了育儿的问题 那是不是这些 都是我孩子带来的 这就是非常不复赐 不是的 肯定不是 对吗 就好像我亲密关系的问题 是那只有我有了男朋友 或者有了女朋友之后 我才有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的男朋友女朋友 带来的问题 那就其实很可笑的 肯定不是 肯定都是你自己的一些 曾经的问题 或者你只是在 没有遇到这个人 没有遇到这种关系 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种 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它没有展现而已 对吗 所以其实我们当 就职场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职场里面的 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我不自信啊 就刚才塔拉问的那些问题 其实都是跟我们 如何跟自己相处 如何看待自己是相关的 只不过它这时候 可能呈现在是 我怎么跟一个教授 去打交道 或者是我在工作里面 怎么跟我的上级打交道 它其实呈现出来的 似乎是个职场的问题 但其实底层都在 都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某种 我们自己看待自己 和自己看待世界的 视角有关 对吗 就是实际上说到底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对我这 这个我工作人员 让我们做广告 我那个 我的直播间里面 有个二维码 大家如果对我的工作坊 感兴趣的话 我今年因为 三月底 我会去趟日本 在日本待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在京都会做一次 大家可以 那个好像直播间里 可以那个 有个客服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加 包括线上的工作坊 我今天也会做 包括职场的 和一个 就是跟内心成长相关的 大家都可以在 在那个 加那个二维码 可以问 但是我想说到底 就是说 我们可能 这些问题的答案 最终啊 最终其实都是 其实是要学习一个 我们通过这些问题 看到自己的一个方法 大概是这么一个角度吧 对 那我接着讲 对 我很认同 你有好多故事在这里 回到跟自己的关系 我昨天 前天早上 然后跟一个好朋友 录播客 我们还聊到这个 他就说 他有点害怕 进入亲密关系 他就觉得自己待着挺好的 但是好像一进入亲密关系 就是所有美好的 幻象都会破碎 然后 我说 其实不是亲密关系 带来这些问题 而是亲密关系 给了你一个机会 和另外一个人 深浅进那个深海里 看看这个海下 都有哪些 你还没有发现的彩蛋 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 自己整自己 整得挺明白的 但是好像跟另外一个人 在一起 就每天鸡飞狗跳 然后各种吵架 我觉得亲密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跟另外一个人 去探索自己的机会 就像伊诺刚刚讲的 我非常认同 其实不是亲密关系 带来的这些问题 也不是这个人 带来的问题 它只是像一把钥匙 开启了你内在 你还没有看到的问题 有时候你觉得 自己挺好的 但其实你的内心 其实有很多 你还没有开启的门 然后这个门里 可能就有一些 过去的记忆也好 或者你还没有 认识到自己的部分也好 而我觉得关系的本质 就是两个人 带着信任和爱 一起去探究彼此 然后我自己最近的 一个体验就是 当我转变了 我的另一半就会转变 当我看到自己更多 他也会 就是跟随我的转变 而看到自己更多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关系好烦啊 你很想改变对方 那这个时候 不如就是把头转过来 看向自己说 我怎么样能够 通过转变我自己 让这个关系 中间的这个痛苦 被消解掉 刚刚我们这个分享 一开始也跟塔拉 在聊这个话题 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只要换一个人生 或者说我换一个场景 比如说 我觉得我实际上 人生太痛苦了 如果是塔塔拉 他就不会这么痛苦 那我跟他交换人生 会不会过得更好呢 但其实你去问 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自己 挣扎和痛苦的 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苦 它不是外在来的 这个苦是 你内心生长出来的 你就算换一千个身份 你可能也会 在那个情境中 去找到让你痛苦的部分 那既然这个苦 没有办法通过 换人 换环境 来消解 你唯一的路 就是看到你自己 所以看见自己 是唯一的道路 而真正能够 支持到你的人 也只有你自己 但反过来说 如果真正能支持到 你的人 只有自己 那其实全世界 都在支持你 因为你跟世界 本身就是一体的 所以这样想的话 你就会觉得 好像挺好的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 都在支持我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 要去争取外界的支持 获得外界的支持的 这些想法了 就所有的东西 都打开了 我觉得我跟小姐 说得特别好 我整个就是一个 哦哦的状态 没有什么 除了做总结之外 没有什么 其他的feedback 所以我也不做总结 做一个年轻人 然后 我有一丢丢 想补充的 就是 我觉得还是回到 我第一个回答的 那个问题 我觉得 大家要从 就是要不要 要不要亲密关系 或者是要如何 跟亲密关系 相处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从 我们的需求出发 就是 我究竟想让 亲密关系 在我的生活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是不是需要 需要这么一个角色 甚至需要 这么一段关系 来补充 或者来 来满足我的 一个什么需求 我觉得在 在 假如我的 其他的支持系统 都已经完整的 组成了那个原型 我已经不需要有其他东西 在引入的时候 也没有必要 非得因为别人 有一段亲密关系 我自己也有一段 亲密关系 再者 对亲密关系的判定 也不一定是 亦父亦亲 异性恋制 我们可以 打开 无限可能 我们 有的那种 姐妹花 退休了之后 就是三个姐妹 住在一起 你说这不是一种 亲密关系吗 我觉得它也是 亲密关系 就是把这个 亲密关系的定义 放开 然后去看看 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可能是我最近的一个 思考吧 耶 没有其他更多 不成了 那我来收尾 OK 收尾之前 可以先来个 零零后世的收尾 想要各位嘉宾的微信 回应一下 依诺刚才提到的 没有加上微信 OK 那好 我们这个 来收一下尾 非常感谢 依诺 他和小镜 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相信大家 从这张讲座中 也收获非常多 那同时想提醒大家 如果非常喜欢 三位嘉宾 以及今天的组织方 请大家记得 不要忘了关注 奴隶社会 泰达拉 颜小镜 Athena 他们的B站 小红书等等 各个媒体的 平台账号 以及ShitShips的 公众号 视频号 那非常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的 Shitro系列讲座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 带来女性榜样的力量 伊诺 泰达拉 小镜再见 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 告别 拜拜